冷王独宠依妃 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源 后期 阿明 第401集 果然有收获 何尝不知道一旦摊上这样的事 肩膀上这颗脑袋就随时都有可能搬家 侍卫更是大气不敢出 只剩下了越来越剧烈的颤抖 幸亏割书天也没打算此刻就大开杀戒 拼命喘息了几口 他一声冷哼 滚 滚出去继续找 才找不到就骑头来见 侍卫连连叩头连滚带爬地奔了出去 割书天越发恼恨 砰的一拳垂在了桌面上 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聂子 这个聂子 居然敢背叛我 我非要把他抓回来 碎十万顿不可 尽管他的怒气是冲着歌书俊阳而去 旁边负责打扇的侍女 却被他这一拳掀起的气浪 震得一个猎气 险些一屁股跌坐在地 虽然勉强站稳了脚步 手中的扇子却啪哒一声掉在了地上 顿时吓得脸色惨白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大人息怒 奴婢该死 割书天冷冷地看着他 该死 该死就去死 一个个的都跟本孙作对是不是 既如此 你就陪着那个聂子一起去死吧 说着话 他突然猛一挥手 那侍女的身体便突然飞了起来 瞬间通的一声撞在了墙上 又慢慢滑落在地 根本连惨呼声都未来得及发出 便弃绝身亡 显然对这一下出手相当自信 割书天根本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立刻起身拂袖而去 来人 拖出去喂狗 聂子 你最好不要被我抓到 否则 我会让你死得更惨 这 这个混蛋 眼看着两名侍卫 将那个倒霉的侍女抬了出去 楚寒争气得直咬牙 竟然如此草菅人命 我 我杀了他 蓝叶云也没想到 割书天竟然毫无预兆地就下了杀手 一向反对杀戮的他同样皱了皱眉 眼中闪烁着冷意 放心吧 这样的魔鬼根本天地不容 他早晚会落得应有的下场 你制造的隐身结界维持不了太长时间 我们快走 楚寒争点了点头 一边走一边哼了一声 看来这次 割书俊阳是彻底激怒割书天了 他若果真被抓回来 恐怕就不是遭受魔狱那么简单了 要说割书天真的会杀了他 我一点都不奇怪 蓝叶云淡淡地挑了挑唇 想不到魔君如此事伤 却有一个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儿子 这可惜就凭他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 楚寒争叹了口气 所以说他要是死了还真有点可惜 说着话他已经跟着蓝叶云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宫殿前 一眼望去此处杂草丛生破败不堪 简直已经不能称其为宫殿 几乎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一边四处打量 他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要来这里 因为这里就是当年凤王与皇后 自尽殉国之处 蓝叶云回答 六百年前 这里是凤王上朝之处 自然也是一块风水宝地 只不过乌马族夺得天下之后 六和巫师经过一番推算 才将朝堂设在了如今的地方 这里就渐渐废弃了 楚寒争了然地点头 既如此 他们为何不干脆将此处移为平地 那不是毁得更加彻底吗 谁知道呢 蓝叶云摇了摇头 或许是不愿费那个力气 也或许是故意留着此处 来彰显他们的赫赫战功 再说就算不移为平地 这里也已经毁得差不多了 走吧 进去看看 踩着地上的杂草 穿过已经只剩门框的大门 两人进入宫殿之中 因为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屋顶早已不复存在 抬头就能看见满天星光 房中倒是依稀可见桌椅的痕迹 可惜也是缺胳膊少腿 只剩下了一堆烂木头 正无声地诉说着亡国之痛 尽管除了残垣断壁之外 并无他物 楚寒征却仿佛听到了那些 为国尽忠 立战而死的士兵们 悲愤地诉说 不由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蓝叶云立刻察觉 轻轻握住他的手 柔身开口 怎么了 楚寒征摇了摇头 没事 就是觉得有些 阴森 蓝叶云淡淡地笑了笑 别怕 这里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凤王与皇后的在天之灵 会保护我们的 事不宜迟 我们快找找看 有没有线索 蓝叶云点头 两人便分头找了起来 其实当年那场亡国之祸 来得太过突然 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所以两人也不知道 究竟要找什么样的线索 只能尽全力试一试了 楚寒征最希望的 当然是找到蓝叶云所说的 那些凤族的不传之秘 也就是有关法术的秘籍 所以他特别关注的是 周围有没有机关暗阁之类的地方 如果能够找到 说不定就能知道皇后 究竟是用什么法术 藏起了皇界 只可惜找了半天 却没有什么收获 就在他想要问一问蓝叶云 除了这座朝堂 能不能再到当年皇后的寝宫 或者是其他地方 看一看的时候 突然听到蓝叶云 惊喜地叫道 阿征 你快来看 不会是找到皇界了吧 楚寒征立刻奔了过去 却发现蓝叶云所处的位置 正是当年王座的摆放之处 尽管那王座已经同样破烂不堪 两条腿也扔在了一旁 却仍然掩不住他与生俱来的威严气势 而蓝叶云就站在王座的后面 正指着地上的某一处 脸上有着明显的兴奋之色 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才发现王座后面的地上 已经被蓝叶云掀起了一块青砖 所以此刻映入眼帘的明显就是一处精巧的机关 楚寒征不由大为赞叹 这房间的地上 少说也有上千块青砖 你怎么知道这块青砖下面另有玄机的 蓝叶云得意地笑笑 你当我那些凤族上古典籍是白看的吗 据记载 这里虽然有上千块青砖 平常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 但若此时过半的月光照进这里的时候 有机关暗格的青砖 就会呈现出跟其他青砖不同的色泽 当然 这种不同是极其微弱的 而且除了历刃凤芒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即便是皇后也看不出任何区别 楚寒征忍不住择舌 看来凤王朝能够统治涅槃大陆几千年 靠的并不仅仅是运气 他们到底有自己的杀手锏 那是当然 蓝叶云点了点头 如果没有几招杀手锏 如何在这涅槃大陆上立足 可是 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事记在典籍里 岂不是也很危险 万一落入乌玛帝国的手中 他们虽然分辨不出 哪块青砖下面有机关 但就可以把所有的青砖 全部翘起来呀 那不就什么都发现了吗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首先 那些上古典籍中的记载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看懂的 即便落入乌玛帝国手中 他们也只能看到 一团一团扭在一起的符号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就跟我们当初 根本看不懂东西南北四处封印 所用的那些文字一样 差不多 而且凡是记载重要事情 所用的文字 也只有凤王才看得懂 乌玛帝国是休想指望 从其他凤族人口中 得到答案的 除非连凤王本人 也背叛凤王朝 这怎么可能 他又不是脑筋锈斗了 放着好好的凤王武作 要臣服于乌玛族人 做王国奴 除此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蓝叶云接着开口 眉宇之间难掩得色 这种机关的破解之法 也只有历刃凤王才知道 如果旁人因为打不开机关 而想彻底将它回去 最终的结果 只能是连藏在机关里的东西 也一起毁掉 让它什么都得不到 也是 在某些情况下 直接毁掉 比落入敌手要强得多 不过听到这里 楚汉征反而有些好奇了 为什么只有历界凤王才知道 难道 凤王连皇后都信不过吗 当然不是 是皇后主动提出来的 当年凤王朝建立之时 凤王原本是想将 所有秘密都告诉皇后的 皇后却表示拒绝 说只要是两个人 知道的事情 就都不是秘密了 所以这些事情 最好只有凤王一人知道 于是这条规定 便一直沿袭了下来 而且一连几千年 都不曾出现过任何纰漏 楚汉征不由赞叹 好英明的皇后 既如此 你快把它打开吧 我不干就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计较这些 你以为现在还是凤王朝 最繁荣富庶的时代吗 看着就是了 万一这机关有什么问题 你还可以护着我 好 我会的 快打开吧 说不定 皇戒就藏在里面 那感情好 如果皇后 直接将皇戒 藏在了这里 倒省了他们不少功夫 天地封印 也可以随时破除了 不过 事情会有这么简单吗 既然打开这种机关的方法 是历任凤王的不传之命 对蓝叶云而言 当然不成问题 楚汉征着来得及 看到他灵巧的手指 动了几下 然后便听咔哒一声 他不由一喜 打开了吗 嗯 若是知道方法 就是这么容易 反之 就难如登天 这不奇怪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嘛 下一刻 只见那机关 缓缓地向两边分开 露出了一个 四四方方的黑洞 洞里端端正正地 放着一个 四四方方的小盒子 难道果然是皇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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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